选111还是222 选222 开启 太好了 终于接到零分大宝了 选111还是222 选111 我换 耶 我的零分小贝回来了 选111还是222 我选22 开启 我的零分小雪 快跟爸爸回家了 宝贝 看爸爸给你买了好多发卡 还有衣服 喜欢吗 哼 爸爸 怎么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我不要 我要笔记板 我要学习药品 你不是我的零分小贝 当然了 我是100分小贝 我去学习去了 小雪 快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 谢谢爸爸 这样你害怕了 就让小狗代替爸爸陪你 不用了爸爸 我已经不害怕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我的零分小雪 我的小雪呢 大宝 快看看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我不吃 明天要考试了 我去看书了 怎么回事 我的大宝从来都是把吃放在第一位的 不是零分大宝 我是100分大宝 零分大宝可比不上我 我去看书了 别打扰我 我们要重选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你们已经选过了 不能重复 可是这根本不是我家大宝 你们不就想要这样的孩子吗 什么 爸爸 外面一直刮风 我好害怕 妈妈陪你 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害怕刮风 快去睡觉 爸爸 可是我真的害怕 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看看你的成绩 可是我已经努力了 下次我会够好的 不行 罚你今晚不能吃饭 哼 不吃就不吃 爸爸妈妈快看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我女儿穿什么都好看 天天就知道穿漂亮衣服 快点去学习 爸爸 我讨厌你 帮爸爸只知道成绩 不管孩子的努力成果 还有你 君君爸爸当着小辈面 把衣服扔了 这对小辈来说 会造成心理阴影的 还有国王 小孩子害怕很正常 你们一点都不了解 自己孩子的想法 我们真的错了 快点把孩子还给我们 我们会改的 小朋友们觉得 可以把孩子们还给他们吗 可以的话发送111 不可以的话发送不可以 选择权交给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